近日,随着郑武阳光出品的电影,得显紧致在国家电影局备案公事,肖战饰演的角色引发了广泛关注,作为一位备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。 肖战再一次成为焦点,而这次合作的背后,是郑武阳光这一金字招牌与蓝小龙编剧的加持。 郑武阳光在中国影视行业中有着极高的声誉。 郑武出品必属精品,这句话足以证明他们制作的电视剧和电影,一项以高质量。 深刻剧情精良制作著称,而这一次肖战与郑武阳光的合作让人期待不已。 郑武阳光作为中国影视行业的顶尖制作公司,出品了无数经典剧作如《狼牙榜》、《知否》、《知否》、《英式》、《绿肥红兽》、《山海琴》等。 这些作品都因其精致的制作扎实的剧本,深刻的主题获得了广泛好评,成为观众心目中的佳作。 而此次郑武阳光出品的德显景致,从历向起便备受期待。 肖战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年轻演员之一。 与郑武阳光合作自然引发了无数粉丝和观众的期待。 自出道以来,肖战凭借陈情令、《狼殿下》、《余生》、《请多指教》等多部影视作品的优秀表现,已经展现了他的深厚演技和不断进步的表演实力。 此次参与郑武阳光的电影项目,肖战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演员的职业高度, 同时也证明了他的实力已经得到了业内顶尖制作团队的认可。 德显景致的编剧是蓝小龙,这位曾经执笔《士兵酷鸡》。 《我的团长》、《我的团》等经典作品的编剧,一直以擅长了写复杂的人性与社会议题著称。 蓝小龙编剧的作品大多注重细腻的清淡刻画,故事节奏紧凑而深刻,能够深刻触动观众的内心。 这也意味着德显景致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影视作品,而是一部能够通过电影形式传递深刻思考的作品。 作为电影的主演,肖战无疑是该片最大的亮点之一。 他的角色目前虽然尚未公开,但从以往他在影评上的表现来看,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潇洒辖士,还是现代剧中的温暖男主, 他都能通过自己的理解赋予角色灵魂。 而这一次在正午阳光的助力下,肖战很可能将挑战全新的角色类型, 为观众带来更加多元的角色体验。 正午阳光一下以制作精良和高度还原故事为标准, 而肖战的表演也将是影片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。 对于肖战的粉丝来说,这部电影无疑是一次大饼。 自从电影项目立下以来,粉丝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影片的动态, 从导演到编剧,再到演员阵容, 所有的信息都表明,这将是一部令人期待的作品。 而对于非粉丝的普通观众来说, 正午阳光的金字招牌, 无疑也足以让人对这部电影抱有极高的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